傅宝石先生是当代的三水花一代大师 是新金林画派的领军人物 新金林画派有的人说是四个 有的人说是八个 不管怎么说 他是领军人物 排在第一 毫无疑义 但是我们很多人 包括我研究美术的人 他忽略了傅宝石先生的人物化 我个人认为 傅宝石先生的人物化 比他的三水花还好 这也不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美术界 那些行家 很多人都是持这种看法的 刘海树先生 刘海树大师也认为 他的人物化比他的三水花更好 但他的三水花也很好 达到了一个高度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种意境 那种气势 那种创新精神 是很少有人能够跟他相比的 那他的人物化更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笔下的那些人物 那些人物啊 反正你一眼看上去 你感觉到 中国画的人物化就应该这样画 中国画的人物化追求的就是这些 他笔下画的那些人物啊 你一看你首先想到的就是 这是中国古代的高人啊 高士啊 无论是男的女的 他这个都会想到 这一点 甚至还会想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那些高人 在我的印象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那些高人 就是这个样子 陶渊明啊 乱吉啊 吉康啊 竹林奇贤啊 是吧 等等等等 就是说 他非常准确的把握了 中国人物化的 这些要领 他应该是对中国画的 这个理论很有研究的 中国画 中国人物化 追求的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这个意境 画的那个人呢 都是 与世无争的 呆呆傻傻的 但是呢 他有大智慧 他那个看破人间的 这些 虚名 世俗的那些利益 就是说 他的笔下画的 无论男女 都是高人 都是高士 有一种风度 一种风骨 这个就了不起了 是吧 这能够是 史国梁他们做得到吗 那这个是 牛丸西人做得到吗 完全做不到 差别很大 为什么他会这样 说穿了 还是 什么样的人 画什么样的画 风格及人格 说明 傅宝石 他自己本人也就是个高人 傅宝石 他是个神童 从小的时候 写字画画 课章 就很厉害的 文化程度也是很高的 他的境界很高 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作品出现 所以你看画画 你千万不要只是看着画像不像 苏东坡讲 论画以形式建于儿童林 你看这个画子看得像 像就是好的 这个见解和儿童差不多 特别是当照相机发明以后 你画的像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照相机比任何人都画的照的像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